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日观察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 有关司机罪驾乘客一同受罚的规定 日前公安部下发了 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其中加大了对醉酒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 同时还明确地增加了 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该进行处罚等等内容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司机醉酒乘客是不是该被处罚 今天我们将就此来展开评论 我们的两位评论员是张鸿和刘哥 电视机前的各位也欢迎您登陆央视网新浪网搜狐网 以及腾讯进入话题来发表您的观点 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关注您的观点 好 首先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今后醉酒驾车也许将适用刑罚 乘客乘坐醉酒司机驾驶的机动车或将受到处罚 多家媒体爆出的这则新闻备受民众关注 公安部近日给全国交管部门下发 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以将醉酒驾车等行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 征求意见稿中将醉酒驾车等行为纳入刑罚调整范围 并分别按照没有造成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和情结特别严重三个档次进行处罚 造成事故和情结特别严重的法定处罚应当高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罚 征求意见稿还对酒精测试标准进行修改 降低了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的最低标准 此外 将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挂钩 道路交通案件法第91条在征求意见稿中也有所改变 对饮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增加拘留处罚条款 同时提高财产罚和资格罚力度对多次违法的加重处罚 引人关注的是征求意见稿中首次列入 与最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的内容 规定对酒后驾驶不劝阻不制止的同乘者设定罚款处罚 我们注意到征求意见稿一推出 就在社会上引发了各界的广泛的关注 两位评论员你们看到在这份关注的背后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这个关注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关注醉酒驾车的问题 包括我们自己的节目已经做了好几期了 尤其是四川的孙伟明案件他的一个改判 然后大家都在关心说能不能有更多的对酒后驾车醉酒驾车的这样的一个惩罚的措施 很多社会各界也都提了很多建议 所以公众部这一次出带这个办法也是很好地应对了社会舆论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当然还是主要针对社会上现在醉酒驾车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整治还是有效的 比如说这次国庆回老家 当然同学请你喝酒还是照样喝该灌还是照样灌 但是你如果说你开车的话 你如果说你开车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不喝酒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意见稿大概是一个及时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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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